软糯甜美的梅花 从蓝湛的口中缓缓度了过来 魏英先是清晰地感受到了 梅花成朵的形状 然后慢慢体会着花瓣 在他与蓝湛唇舌纠缠中 渐渐化成了花泥 落花不是无情物 情浓且有香气 是爱情甜美的味道啊 足以让魏英一辈子也忘不掉了 许是知道他们在厨房 这个吻 身却短 蓝湛很快放开魏英 像没事人一样 把玻璃罐盖子悬回去 平静地说 记得把他们吃完 为什么 我如果不吃完呢 魏英舌头被吻得发麻 心也乱如马 手上握着笔 竟无从落笔 嘴上却要逞能 挑衅蓝湛 蓝湛看着他 你试试 魏英邪魅地笑着 试试就是试 蓝湛问道 这几天哪天傍晚你有空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 是去见你上次说的那个人吗 魏英把玻璃罐塞回背包里 那个等五月份再带你去 蓝湛人情格外庄重 这么神秘 这么隆重啊 还挑日子的 魏英勾着唇角说 到时你提前告诉我 我好准备准备 好 那你是想先带我去哪里 号称京驱司令部 魏英笑意灯石江宁 紧紧握住了手中的笔 去那里做什么 参观 蓝湛小心地屈着他的脸色 只是参观嘛 魏英已经猜到蓝湛想带他去那里做什么了 一颗心象被勒上了一根缰绳 或紧或松 由不得他了 他唯一能决定的是 他今晚不住在蓝湛的卧室里了 蓝湛 我还是住原来我住的房间吧 让张义知道了 不好 鉴于梅柳在电话里对魏英的态度太可疑 蓝湛不得不动用司令儿子的身份 找关系去与昊城当地宣传部门 司法机关取得联系 了解更为详细的案件材料 加大力度去调查 尽快弄清事实真相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 蓝湛开车带着魏英来到了镇后原址重建的昊城军区司令部 这里之前人称蓝家大院 现在已经是代行司令居住和办公的场所 守门士兵任的蓝湛是前任司令家的儿子 蓝湛说明来意 称带朋友在院子里参观一圈就离开 使兵进去通转 获准后便宇放行 魏英跟着蓝湛走了进去 代司令亲自出来和蓝湛寒暄了几句 便让他们自由参观 这是一座三进三出的大宅院 青砖灰瓦 雕梁画洞 四周院墙高柱 厅房宽大明亮 摆设典雅而庄重 古香古色 他们来到了一堆高高雷起的十堆前 夕阳残照 一束玉兰花的影子横斜在上面 夜影斑驳 花影迷离 微风袭来 满院飘香 蓝湛和魏英一前一后 沿着台阶爬上十堆 面对着橘红色的落日并肩坐着 蓝湛说 魏英喜欢坐在这里等日落 有时直到看不到太阳的影子了 他才肯跟着他妈妈去吃饭 蓝湛指着院子的抑郁又说 魏英喜欢蹲在那里守着一盆 刚刚埋下种子的花盆 嘴里念念有词 说他再等种子发芽 魏英看着蓝湛的侧脸 他发现 蓝湛有着清晰锋利的下颗线 但面部线条在此刻显得异常柔和 蓝湛接着说 那边的书房你看到了吗 他时常趴在窗檐上给我弟吃的东西 总是被我拒绝 他却切而不舍 望着夕阳从天边缓缓沉落的温柔晚景 感受到身边人向自己投来的阴阴目光 魏英不知道自己该高兴 还是该难过 但他知道 蓝湛此刻一定是开心的 这就够了 蓝湛想问魏英对这里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想告诉他那个三种花的梦境 但在看到他难掩落寞的笑容后忍住了 蓝湛担心魏英会有抵触心意 心道 慢慢来吧 我可以等 魏英正是去上花艺课了 蓝湛和简父也和他一起 一个冷峻 一个阴郁 一个明媚 三人组合成了课堂上一道奇特的风景 凯斯特尔教授名声在外 他的课非常叫做 听者如云 每节都有识操 花团紧簇 芳香自意之间 思想与灵感不断交锋 时有富有创意的花艺作品在课堂中诞生 凯斯特尔有一回要求学员运用架构花艺延伸春艺 魏英利用天然纤维 钢草作为辅才 打造了一个具有生命象征的半淡型空间 在与花枝架接 造型宛如破壳新生 极具动感美 描绘出一种春艺迫不及待迸发而出的意境 这个花艺作品 深得凯斯特尔喜欢 他大为赞赏 凭借俊俏的外表 开朗的性格和别出心裁的作品 魏英很快在众多学员中脱颖而出 大家戏称她是花公子 花香蝶自来 时常有女生跑来羞答答的向魏英索要联系方式 有胆大的 直接邀请魏英下课后到酒吧做作 每每这个时候 魏英总是马上宣告自己有女朋友了 然后心虚地偷偷望向 冷着一张脸坐在她身旁的男朋友 即便这样 回家后 她还是逃脱不了被蓝湛抵在门上 或按在床上以吻宣泄醋意的命运 我们什么时候 蓝湛无法用言语来倾诉自己此刻内心的不安全感 魏英一直都是和她分房睡 也不愿对外宣告两人关系 这总让她觉得他们之间少了点什么 魏英抱着她 吻着她 安慰她 蓝湛 我喜欢你 无庸置疑 只是 再等等 蓝湛穷追不舍地问 等什么 魏英清探了一生 有话想说又难以开口 只胡乱找了个借口 等我把债都还清了 虽然有人帮她把债务都还清了 但在她心里 债务仍在 她依旧在努力赚钱 攒钱 等着有一天找出那个人或那个人找上门时 把钱一次性还给对方 蓝湛取来一张银行卡 里面有两百万元 递给她 收下 魏英摇了摇头 你到底还是没把我当男朋友 蓝湛捏着卡转过身去 语气失望又委屈 魏英从后面拥抱她 无奈地从她手中接过了卡 这张卡和那本记账本 一直被魏英放在一起